今天这所有因为危机这个解密这一段 让这个社会大众更进一步的了解宋楚瑜先生 到底是所谓口口声声的超越难律 还是操控难律 是为了整个台湾民众国家 还是为了自己私人的痊愈 这是社会大众必须要来检验的 因为你如果说这个超越难律是 可以几乎在台湾可以得诺贝尔奖的 但是如果做一套是做一套是另外一回事情 这是宋楚瑜先生私底下 跟这个报道阁那是当时的AIT的处长说 陈水扁是告诉我他这个要跟我道歉 我要接受我们任何的报复 但是在所有的新闻稿里面综合在 就是陈水扁强烈的批判宋楚瑜 没有看到宋楚瑜先生的这一段 那是为了发生什么事情 这背后发生了什么事情 更重要的一点 谁在操控谁啊 被陈水扁这样连番的操弄 其中还有一段话 如果是属实的话 报道阁说宋楚瑜先生最后还暗示 他要看陈水扁是否有足够的诚意 要我再做第二次中国之旅啊 如果真是这样子的话 这就是在2012 要准备超越蓝绿的宋楚瑜先生 这个是简直难以想象的 这是典型的当面手拉手背后下毒手 那阿扁的毒手其实所有人都知道 可是宋楚瑜自以为说我可以超越 超越难力吗 不是 而是要超越潜力 就是要去阿扁送给你钱让你去 但是当陈水扁找总统务秘书长游锡坤 打给亲民党的秘书长秦金森以后 宋楚瑜又抱了一切希望 但他其实在大陆后面是很狼狈的 他跟胡锦涛见面提到两岸一中 人还没有回来 台湾这边就痛干了 就痛干我们哪有送钱给他 他胡说八道 整个民进党缓弹 连阿扁都被修理在内 所以李登辉出来骂阿扁 说叫你去抓鬼 你怎么被鬼抓住 李安你讲的更难听 李安你讲说老人家 就是我爸爸 老人家叫他跟宋楚瑜见面 你们两个向江心就好 你们怎么两个就上床了 大家记得吗 这句话大家刚刚都忘掉了 所以阿扁那时候也很大压力 马上在背后捅他 捅了以后回来 宋楚瑜很生气 然后他讲说 游锡坤已经打电话给我的秘书长 跟我道歉了 表示阿扁深洁的对不起我 可能会派我去第二次 第二次 就在想第二次 阿扁那时候哪敢 阿扁那时候不敢 阿扁因为李登辉要干掉 要泪解泛难 这李登辉那时候最大的信念 李登辉找阿扁去说你不妨跟宋楚瑜见面 然后他用台语讲 那双的就是爱那味道 就把他捅起来 用筷子捅起来 捅起来 大肋捅起来就死了 李登辉用台语讲 讲得很传神 因为宋楚瑜太喜欢全力了 因为他跟我太久了 我太清楚他了 所以你现在阿扁表示一点权力给他 他就会接受 果然 果然你看他的态度 第一次去 回来明明被捅了 还在巴望说第二次 阿扁再派我去第二次 你看对于权力是这样 然后说我是超越难力 不是啊 你想的是权力嘛 结果每一次人家都看准你喜欢权力 然后用权力来引诱你 然后你被骗了 李治被骗 所有换男都知道阿扁喜欢骗人 知道李登辉喜欢玩这些手法 都再三的在前面就警告你 结果他是不听 而且不放在眼里 你一直跟他讲说 你不要被阿扁骗 你在吃味啊 他真的是这样啊 如果被骗的是为了这个台湾人民 为了这个国家 也无所谓 但是被骗 我们刚才这次起心动念 前后一套上去 就是为了要 那陶哥他被陈水扁骗不是第一次 金发会的副主委你们忘掉了 然后就爆出了球官说 那个时候我还跟阿扁他们不错的时候 阿扁去拜访在野党的几个党主席 不是打了连赞一个耳光 然后跟那个宋先生在阳明山会谈 然后说给你一个什么样的职位 就是说那你可以操控是张俊雄担任格魁的时候 被他骗了一次 连先生被骗了一次 各位可以看一看 他就不再跟阿扁见面了 那宋先生被阿扁骗 然后他又说他能超越蓝绿 那事实上他反而陷在蓝绿的泥造之中 被蓝的玩被绿的耍 也被共产党拨弄嘛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宋先生真要超越的话 大概唯一意图 他就多多听他的几个幕僚 他们那些话 不然的话你看现在很多亲民党他的子弟兵 为什么跟宋先生渐行渐远 因为他们大概也看透了 也看穿了嘛 所以今天宋先生最大的危机 反而不是说他能够超越蓝绿 而是说他根本看不穿权力嘛 接下来我们就欢迎所有的观众朋友 如果三党不够半 三党不够半是超越蓝绿 还是勒索蓝绿 观众朋友稍后自己来看 这就是台湾 我们现在台湾人民在决定自己未来这个命运 127天之后 非常关键的一个时刻 所有的社会会大众应该有权力去检视 这些每一个政治人物 他背后真正隐藏的自我 稍微 一坦诚我被陈水扁在背后插了一刀 就是到这个中国大陆去访问的时候 可是从这个背后插了一刀 刚才观众朋友如果仔细听的话 这种东西从开始的起心动念 是去跟这个陈水扁砍托在一起 到最后所谈的这种交易 一再被陈水扁欺骗 这到底是所谓的超越蓝绿 还是掌控操控蓝绿 那么三党不够半 三党不够半 台湾民众觉得如果是真的很好 就三党不够半 可是三党不够半 是真正的为了超越蓝绿 还是到最后三党不够半 刚好是关键少数 如果照过去的这所有的模式来看的话 就是变成勒索 观众朋友再看一下 这在2005年发生的事情 德青分分合合早就不是秘密了 但这回危机解密 把台面下的运作再次摊开来 时间回到2007年 17号的程序委员会 局军四票全部缺席 结果所谓的排马条款 贪污犯一省有罪 不得参选政府总统 顺利排会的院会议程 摆明与绿营挂钩 亲民党阵营把侍卫的原因说得很清楚 本面上是被媒体放话 他愿意合作 他愿意离当 事实上到目前为止 据我知道没有一个选区 他们是离当的 当年不止立委初选闹翻脸 就连肌肉市长补选 吴博雄该替谁站台 也成了导火线 不能说顺义民意的话 那应该会会会会 吵到这个骨头了 如果 国民党需要奠级 才能苏醒的话 我们愿意当这只乌鸦 现在光在国外就有七八位 我们尽力在联络每一位委员 这跟危机解密揭露的时间相当雷同 2007年4月17号 亲民党立委全数缺席 4月20后又再次上演团结戏码 绿营气急败坏 亲民党本身好像是一个廉价的武女 那么国民党是他的老恩客 凹臂贪污污 马英九 真的会笑死人 同时亲民党也把丑话说在前头 在两周之内 两周之内 国民党相关负责的主管 赶快拿出善意跟诚意 散会再提两周缓冲时间 这个乔人戏马早就一直大啦啦公开 我们已经整岁岁坐在轿子里面 他都不来台 还有我自己走到他门口吗 我们只要求实习如此卑微 如此小小的要求 一定要把亲民党如此消灭 这就是所谓的这个三党不过半 到底是这个真正人民之福 还是变成勒索的一个状况 勒索蓝绿 这观众朋友看得清清楚楚 这当时就是为了马英九的这个 所谓的特别费 到底是不是一审如果有罪的话 就不能够参选 那么民进党说 这个第一次准备这个进入国会的 亲民党全部的缺席 刚才清清楚楚 对陶哥因为这个 我觉得2007年这事情还是要讲一下 就是说当时跟民进党配合的 只有老宋跟亲民党吗 国民党里面没有人配合吗 刚好程序委员会国民党人都不见了 国民党人都跑去哪里了 国民党是大党 立法院一堆立委 没有人在程序委员会 也有个轻甲手机 说 董哥快快回来 文贼你带快来 轻甲开火 国民党也没有人在 国民党在干什么 国民党里面没有人配合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我刚刚讲过 唯一解密 亲民党如果要证实 你不能选择性的证实 刚刚讲那个什么 宋胡会 扁宋会 你们说这个是事实 那这里面 我们刚刚提到这个2007年 主要是黄毅焦讲的 那你们要不要也证实 到底有这件事情吗 民进党的立委 用廉价的无旅来形容亲民党 我觉得不要用那种情绪性的名词 那我希望观众朋友能够看见说 我从7月开始算好 从他在友台接受专访 一路这样什么提名 什么联署 跟指控宗选会等等 大家回头想一想 回头想一想 这一连串的动作 跟2007年那时候的起薪冬念 有没有一样 然后再决定说 那亲民党是真的能够跨越蓝绿吗 投给我的结论 如果以他2005年的什么 扁宋会 什么宋胡会 跟2007年 我们刚刚看的状况 我觉得亲民党 要靠他去超越蓝绿 基本上是不可能 所以大家就把话说清楚 你不只超越蓝绿 其实无所谓 没有任何人说 必须要超越什么东西 但是玩弄权谋 玩弄权谋 本来就是政治人物的 基本的吃饭的把戏 可是如果做的是这个样子的话 也就不要这样子光明堂皇 关键的少数 在民主政治里面 是有它一些正面价值 可是要扮演关键的少数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 就是你的政治思维 政治运作 必须要符合两个字 叫做正直 一个不正直的关键少数 那对政治真的是 结构性彻底的破坏 它不仅不会超越蓝绿 它会可蓝可绿 而且随便蓝随便绿 往最坏的蓝绿的方向去发展 这就是您常讲的 要挟的政治 而不是一个什么 关键平衡的政治 所以台湾的选民 我们对蓝绿政治 是有很多的不满 但是这个不满 是不是就凭空的寄托到 那个叫做关键的少数 那更要甚实 关键少数往往就是在民主政治中 一个什么 最常被拿来作为解渴的 当作特效药的骗术 它告诉你有关键的少数 让蓝绿不会怎么样 不会怎么样 可是这个不正直的关键少数 反而会让什么 恶蓝恶律更嚣张 重点是耍人不正直的这个 不不 我就这样子说 结果接着下来讲 因为这关键的少数 新党曾经办理过 关键的少数 我要跟文贾兄讲 除了正直之外 应该还有一个东西更重要 叫做透明 我这样做的目的为什么 讲得清楚啊 新党关键的少数过啊 曾经跟民进党也合作过啊 要拉下了国民党的立法院的院长过啊 可是呢 这是正面什么 是公开的讲 然后告诉你 垮分合 我的目的就是拉垮国民党 分裂国民党 这样垮了之后 国民党才会重新再怎么样子 再合作起来 所以我第一步现在要做的 就是拉垮国民党 当我用这样的角度去诉求 然后民众知道 你这样做的目的什么 所以我可以知道 我要不要支持你 我要反对你 我要讲那些冠冕堂皇的话 不是 超越蓝绿 冠冕堂皇的话都可以讲 但是你到最后是真正的 为了是自己的这个权力私欲 一己之私 还是为了这个台湾国家 这是这个 这个刚才看到的民众 清清楚楚 这一路走来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们稍后回来 宋楚瑜先生说 要人 联署 马上人会来 要钱 昨天晚上最新的状况 王文阳也出现 稍后回来 这是宋楚瑜先生 到目前为止说 这个可能在中秋节后就副手 现在这个国民党的 无论是马乌配 或者是这个蔡英文跟苏家全 那么现在 在接下来中秋节之后 这个宋楚瑜先生也可以决定 但是这是昨天晚上 根据最新的这种说法 是轻松的人士证实 宋楚瑜跟王文阳确实见面 而且交换了政局的演变的意见 画面 气氛非常好 宋也就总统联署作业 寻求王的协助 或正面的回应 至于是否宋有邀请王出任副手 并不清楚 亲民党人士也说 宋王配不视为有战力 及号召力的组合 宋有高人气 及丰富的选战经验 王有企业界的背景 且财力雄厚 有了王的奥元 宋从百万联署 可能性大为提升 不够唯一的障碍 就是宋 如果以无党级参选 恐怕就冲击了 亲民党的立委的选情 这当然就到目前为止 只是一个说法 可是王文阳先生 如果跟宋楚瑜先生见面 那么大家气氛良好 到目前为止 亲民党也没有否认 所以这个至少在 宋楚瑜现在过去讲的 我要在人 人的联署已经 马上就开始 一个礼拜之内就开展 我要钱 钱的方面 如果有这样的一个奥元 当然不止王文阳 那么现在据说 都是日夜 在做各种的这种协调 的确 那个他昨天晚上 跟王文阳先生见面 那我是今天早上 被被被告知 那我告诉宋鸿雄 我是被被被告知 告知他们谈的大概是 除了联署的问题的话 还有一些 所谓资源分配 那资源分配的话 大概是跟立委一样 因为王文阳先生的观念 是发挥关键少数 刚刚文家兄讲的 他也希望能够发挥 关键的少数 所以这个 这个就是促成了 就是说 为什么王文阳先生那边 他主动希望会无宋先生 这个我要帮宋先生讲话 宋先生是被动的 不是主动的 是王文阳主动邀约宋先生的 那这个里面 他们谈了就是能力治国的问题 还有就是说 未来的国政的一些发展 那当然最重要的是 是两个 一个是联署 还有一个是钱财 就是资源分配的问题 这些他们昨天晚上 通通都提到 因为他们昨天晚上 八点半见的面 可是这个重点是 不只是王文阳 现在一位先生 有很多位宋主席先生的钱财 可能是这方面的竞选经费 已经是越来越丰沛了 对啊 你当然你要展现实力 你的财就会来啊 你如果有那个去 他如果像2000年那样 大家觉得你有可能当选 那个钱就会进来 那这次王文阳跟宋楚瑜会面 你其实不用脑筋都知道 背后一定是李登辉啊 一定是李登辉嘛 那李登辉为什么要去促成这样 李登辉为什么一直在赞美宋楚瑜 说他是全国最好的行政人才 如果让他去选立委太可惜了 拜托我明年选举只有立委跟总统 选立委太可惜 不是鼓励他选总统吗 为什么 其实所有立营的人心里都非常清楚 就宋楚瑜出来就是抢马航九的票 大家都讲得很漂亮 民调怎么样怎么样 我告诉你 最后的答案就是宋楚瑜抢的票 就是马航九的 马航九被抢多少票 就流失多少票 当选的记忆就减少 就这么回事 所以所有人都讲得这么漂亮 都在讲东讲西都鼓励宋楚瑜出来 他的目的也只有这个 这个不必危机解密 可是为什么都没有人很大方的承认 我们就是要宋楚瑜去拉马航九的票 没有人去把它讲出来 内心就在想这个 那宋楚瑜知不知道自己的价值知道 我有可能可以拉下马航九 最大的能量 最大的能量就是 所以马航九你在不理我 不给我支援 你在对我怎么样 那我就真的出来嫌 我讲真的哦 他一直在表现这样 一直在喊 结果 喊到这个 其实慢慢有人看破手脚了 说你到底要不要嫌 如果你的这个说法是真的背后 还有李登辉先生在这个背后 有或多或少 直接间接的一些的影响的话 这个恐怕也是 我觉得董哥讲的没错啊 王文阳跟谁比较熟 王笨虎跟谁比较熟 都跟李登辉总统的互动非常好 这是大家都知道的 那 陶哥我觉得 已经没有什么借口了 百万的连署 我相信绝对没问题 适当的裁员 我们说人两个钱四个 那钱上面没什么 陶哥这个 我们现在讲是王文阳先生 之前在政坛传的 根本不是他 之前还传说 有些准备一笔钱 然后准备给宋楚瑜去选 给不动钱 所以适当的裁员只有一个吗 不见得 那当然不止一个 那当然不止一个 所以 陶哥我必须跟宋楚瑜主席报告 如果有百万人连署 又有适当的裁员 你好意思说你不选吗 你开个两个条件 其实他之前也讲什么 人利物利财利 提名立委那时候讲人利物利财利 那等于是喊话了 你不是就就送给我要选 你不是今天来我们家炮帝 我现在就跟你说我没钱没人的时候 你去送啊 送啊 不然昨天怎么会会面 是 前来了 其实前来了 人来了 然后是不是宋楚瑜跟王文阳 这是基本的权利 我们都尊重 但是后面有其实我比较关切的事 我们今天回来 重新去回顾宋楚瑜的时候 永远是称人之为 永远是一个勒索 永远是在权力的矛盾之中 想要寻找自己的利益 这个才是关键 任何人都有参选的权利 李登辉这样的一个结合 过去的历史 到底是在操弄 操控 勒索 还是真正为人民福祉 我是觉得大家乖得很长 我这样子啊 过去我们常常说马行秋 自我感觉良好 我想今天各位会有感觉 一个人的自我感觉良好 比马行秋还强很多 这个名字叫做宋楚 没有自我感觉良好 在这个情况下还要干啥呢 第二个自我意识强烈 我讲这个不是假的 李登辉跟宋楚瑜的闹翻 有几个原因 其中有一个是很重要的一段话 落到李登辉的耳里 他简直受不了 因为宋楚瑜选过台湾省长 李登辉选过总统 宋楚瑜就讲了一段话 我在台湾省长的得票 比李登辉在台湾省的得票 还来得高 我为什么不可以当总统 这就是你如果要解决这个问题 要什么选都可以 可是开口闭口讲到说 我要超越蓝绿 当你说出这句话 超越蓝绿的时候 回过头来一只检验 是超越蓝绿 还是操控蓝绿 还是勒索蓝绿 今天很多的一些过去的事实 民众自己来做判断 再回来新闻业总会 晚安谢谢 您现在收看的是 TVBS 无线卫星电视台 现在为您播放的是 新闻业总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